嗨,我是徐徐 前段时间我看到这么一条内容 说45年前太平山上一张旧照 这两位少女一个嫁入豪门 一个轰动湘江 我好奇就去查了一下 原来左边这位轰动湘江的 是谢霆锋的母亲迪波拉 右边这位开心跳起双手比叶的 就是当时刚获得港姐冠军 后来嫁入豪门的朱玲玲 朱玲玲被称最美港姐 开创了港姐嫁豪门的先例 而且她是二嫁豪门 20岁那年嫁入豪门 20多年后逃离 然后呢她50岁再嫁豪门 如今她婚姻生活和和美美 和前夫家关系也很不错 三个儿子各个优秀 还有郭晶晶这样的冠军儿媳 她对后背开明体贴 从最美港姐过渡到了最美婆婆 香港才女林涅妮曾经说过 放眼香港有两个人 是几万千宠爱于一身的 男的是周润发 女的呢则是朱玲玲 林子祥甚至说朱玲玲是她的梦中情人 她为什么会这么受宠呢 仅仅是因为她漂亮吗 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朱玲玲的故事 1958年朱玲玲出生于缅甸一个华侨家庭 父亲朱其宗 母亲陈如美 家中是做木材生意的 也算是中产之家了 她还有一对双胞胎姐姐 朱玲玲作为最小的女儿 从小就在父母和姐姐的疼爱中长大 这也养成了她自信大方的性格 9岁那年 她随父母一起移居香港 在香港国际学校读完中学后 她进入英皇乔治武士学校 攻读大学预科班 朱玲玲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 上学期间各科成绩都非常优异 在语言方面呢 也有着过人的天赋 到香港没多久 她就学会了粤语 英文也说得很好 课余时间 她就兼职做模特拍广告 算是充实生活吧 那是一个港姐风光无限的时代 所有港岛少女都梦想着能获此殊荣 幻想着自己港姐加冕的高光时刻 朱玲玲也不例外 1977年 19岁的朱玲玲参加了当年港姐选举 丰富的学识 落落大方的性格 再加上她初衷的外形条件 成功征服观众和评委 摘得冠军和最上进小姐两个奖项 成为第一位双辽冠军 也一度被誉为是香港最美丽的港姐 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大方异彩的朱玲玲自然是吸引了 各路绅士富豪的亲目 其中呢就包括香港大豪门 霍家长子霍振廷 霍振廷何许人也 父亲霍英东卖杂物起家 后来做船运生意 再涉足房地产等 成为香港顶级富豪 她和大陆这边的关系也很好 是第一批登上天安门城楼看国庆阅兵的香港商人 作为豪门家的长子 霍振廷自然也是风光无量 但看到选美舞台上的朱玲玲 她抛下富家公子哥的身份 甘当护花使者 颁奖典礼刚结束 她就送上一个特大花篮 不停夸朱玲玲 不愧是双料冠军 风度让人着迷 朱玲玲喜笑颜开 但那时她还没想到 不久的将来 自己会和香港顶级豪门结下不解之缘 港姐选拔结束后 朱玲玲也踏上了 往届港姐的必经之路 进入五光十色的演艺圈 1978年4月 在公司的安排下 她出演了首部作品《玛丽观七七》 而在她拍摄期间 咱们的霍大公子可没闲着 几乎每天都去探班 还带着精心准备的玫瑰花 对朱玲玲嘘寒问暖 关怀备至 那时候 朱玲玲也不过20岁不到 还是个涉事未深的小姑娘 哪里顶得住这样猛烈的公事啊 两个人很快就陷入了热恋 1978年9月25日 恋爱9个月后 20岁的朱玲玲 嫁给了32岁的霍振亭 这是一场可以和王室相媲美的世纪婚礼 礼金一千万 去罗马定做婚纱 在香港酒龙美丽华大酒店 洗开350桌 近5000位权贵名流 赋宴捧场 创下了香港20个之罪 可谓是风光至极啊 从香港小姐摇身一变 成为豪门贵妇 朱玲玲开启了港姐 嫁入豪门的先河 此后呢 有很多港姐都以她为偶像 挤破脑袋 想成为豪门的一份子 但是这并不容易 朱玲玲能如此顺利进入豪门 也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漂亮的长相和清白的家世 只是不分原因 真正起决定作用大 还是霍家需要这么一个港姐的招牌 当时霍家正在为恢复中国体育奥委会会籍而四处奔波 霍震廷主要负责体育外交这一块 但是她的title呢 还只是霍家长子 没什么实际的成绩 很多人也不认识她 最美港姐不就是自带流量的最大话题吗 于是在霍老爷子的支持下 朱玲玲以最快速度嫁入豪门 港姐加豪门双重爆点轰动港岛 更别说婚礼的大排场 来参加的四千多名流都是自带热点 婚礼过后霍震廷出名了 香港谁人不识霍震廷 但这都是后话了 当时的朱玲玲 早已成罪在如童话般的梦幻婚礼和幸福生活中了 然而一场世纪婚礼只能证明浪漫是眼前的 却不能保证童话爱情可以延续终生 这桩婚姻二十多年后结束 其实从双方的性格差异就可以窥见一二 一个老城持重有些古板 永远的大背头和黑框眼镜 一个呢 靓丽活跃 走到哪哪都是焦点中心 霍震廷是霍家长房长子 按照霍英东的安排 将是家族的继承人 霍震廷呢 也从小就深知自己的使命 不管是言行举止 还是学业社交 全部都是豪门表率 每次出现在媒体面前 她都会整理好一绒仪表 时刻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 结婚的时候 她已经32岁了 与涉事卫生的朱玲玲不同 她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感情 对象呢 是少事门下的知名女星 陈思佳 曾经凭借在恐怖片 鬼眼的大尺度眼出而走红 红旗一时被称为鬼后 但是向来传统低调的霍家 本来就不喜欢女明星 更何况是出演过大尺度影片的 所以虽然霍震廷当时用情很深 但她也深知自己的责任 只能够忍痛分手了 分手后呢 她一直处于单身状态 直到遇上了朱玲玲 而朱玲玲呢 个性活泼 喜欢打扮 摄影 跳舞 羽毛球 高尔夫 样样精通 但生性不喜欢交际 据说 她在娱乐圈里 除了叶倩文算的上士好姐妹以外 几乎就没什么交心的朋友了 霍震廷则需要交际应酬 穿衣服只穿一种品牌 吃饭只到高级餐厅 一次朱玲玲向她推荐 哪里的小师 想一起去尝尝 没想到霍震廷不置可否 朱玲玲惊觉 原来她俩并不是一类人啊 也许最开始 朱玲玲还能体会到婚姻的幸福 但毕竟是个结婚时才20岁的小女孩 即便家教世面都有 也未免涉事为生 即使是很快当了孩子的妈 但内心呢 还是会存有幻想 但是这个幻想 很快就被豪门中森严的规矩给扼杀掉了 一方面 她要扮演霍家媳妇的角色 承担责任 婚后 她为夫家开支散业 十年间先后生了三个儿子 分别是起刚 起山 起人 又因为公共霍英东极为重视 她经常跟着丈夫和家族人出席重要场合 撑起了货家长房的场面 宴请萨玛兰奇 接待英国女王 处处都有她从容的亮影 在大众看来 她是名利场里的得体媳妇 老公身边的贤惠太太 公益活动里的家族代表 抚育儿子时的温柔母亲 独独不是她自己 朱玲玲 另外一方面 朱玲玲想追求自己的理想 有自己的事业 但是这在家归四宴的货家是不可能的 1991年 朱玲玲与姐姐在英国和开了一家饰品店 却很快被媒体曝光 货家规定 家中女眷不能随意在外抛头露面 朱玲玲也只能无奈退出了 不仅如此 航门还有很多这样那样的规矩 例如 穿衣只能穿指定的牌子 想要戴一下家族的珠宝呢 管家还会要求登记签字 穿戴过后要及时归还 这些条条框框 让原本开朗活泼的朱玲 成了被困在货家这方天地里的金丝雀 虽然锦衣玉食 却也失去了自由 但真正让婚姻走向坟墓打 还是身为丈夫的霍振婷的不忠 2000年7月 传出了霍振婷和一位女主播 有了暧昧关系的绯闻 朱玲玲找霍振婷求证 却得到了男人马 这种事难免的答复 只把朱玲玲气得带幼子搬出了豪宅 期间公公霍英都劝了很多次 分分合合起回 但霍振婷一直都在犯男人都会犯的错 此时的朱玲玲面临一个两难选择 是耗着还是分手呢 耗着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例行公事做个豪门太太 一生锦衣玉食荣华富贵 但要忍受丈夫的出轨和对自我的囚禁 分手能得来一直想要的自由 但豪门太太肯定是当不成了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 是会像甘比一样委屈求全 安心打好这份工吗 朱玲玲用行动展现了自己的决心和勇气 1999年 朱玲玲一反霍家家规 以个人名义花2400万 买入寿山村到横安阁的富士单位 当时人人纳闷 她为什么突然买房呢 2000年8月 她搬出霍家 与尚未成年的小儿子搬了出去 12月 在霍英东的劝说下 她返回霍家 霍家口径一致 坚决否认家里有人婚变 但人们看到 回家的霍家少奶奶 总已到英国陪儿子 或者约叶倩文外出为借口离家 2004年 二儿子霍启山毕业 被媒体派到 朱玲玲带小儿子启人 霍振廷呢 则带着启刚和启山分头登基 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参加典礼 之后 霍振廷被颁发金子金新章 朱玲玲呢 也离霍家人坐得远远的 06年9月 她通过好友叶倩文对媒体说 我已经用回住信了 还说她和霍振廷97年就分居了 04年正式离婚 26年婚姻生活结束 她说是自己最开心的日子 霍振廷呢 则回应说 你们都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但和结婚时的铺张喧嚣相比 从头到尾 这场婚离的 是极其的隐秘不动声色 比起结婚 离婚更加考验 豪门内部处理家事的功力 而朱玲玲 在豪门生活了20多年 早已吸得豪门的本质 做一个豪门太太的本质 面对媒体中 丈夫的各种花边新闻 她都是三尖其口 在公共场合呢 从来不黑脸 始终没有抱怨 不说委屈 给足了对方面子 也给了孩子们面子 不戳破 不计较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在处理和前夫家族的关系时 她也表现得十分得体 06年 霍英东过世 已经不是霍家人的朱玲玲 帮忙料理后事 哭得像是女儿送别父亲 却没有看霍振廷一眼 重情重义 又没有失掉原则 从离婚至今 霍家从没说过她一句差评 足以践踏处理问题的智慧程度了 香港人将朱玲玲离开豪门 比喻成当年的戴安娜离开皇室 可是代妃香香玉允 但朱玲玲不是 对她而言 比起豪门媳妇的表面风光 一个女人的终极归宿 应该是更大的自由 所以她的这段婚史 并没有给她背上阴影 反而离开不幸福的婚姻后 她活得更像是自己了 恢复自由身后 朱玲玲积极发展事业 学习摄影 为了提升摄影技术 她拜师学艺 多次在国际上拿过奖 还开设了自己的慈善摄影展 将摄影展索德基金 全部用于看得见的希望计划 帮助无数市长人士 恢复势力 她还和历届港姐 成立了慈善机构 慧颜雅吉 她出任首任会长 关注女性健康 除此之外 她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50岁那年 她二婚再嫁豪门 对方是相识多年的罗康瑞 罗康瑞是瑞安集团董事长 香港罗家的第四个儿子 比朱玲玲大10岁 个人资产数十亿 当年是霍振廷的手下败将 暗恋朱玲玲多年而不可得 当年刚解决赛时 罗康瑞就跟着父亲 坐在霍振廷旁边 她那时就信誉朱玲玲 却被霍振廷解足先登了 不过之后呢 也一直与朱玲玲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其实啊 朱玲玲和罗康瑞 在2000年就传出过绯闻 那时俩人都还在婚姻中 都各自婚变 但当时罗康瑞回应 他们只是好友关系 后来随着两个人各自离婚 关于他们的绯闻呢 也越传越烈 但俩人一直没有承认 直到07年 他们一起去看电影 被拍到在戏院内十指紧扣 08年3月 上海举行慧言雅及慈善活动 他们以主人身份招呼来宾 两个月后 又被拍到在上海宇宙漫步 六个月后 08年11月27日 朱玲玲和罗康瑞举办了婚礼 这时候 他已经和霍振廷离婚四年了 但是为了顾及霍家的面子 他们跑到新加坡 举行了一场非常低调的小型婚礼 整个婚礼只有四桌 在朱玲玲的关系里 只有叶倩文林子祥夫妇到场 其他亲朋好友一概没有邀请 包括自己的三个儿子 对这场婚礼 霍家人也表示祝福 霍振廷在婚礼前 被问到前妻再婚的事 他笑容满脸的说 如果是真的 那就祝他good luck咯 而三个儿子 虽然没有到场 但也都送了礼物 结婚当日 罗康瑞更向联交所承报 将名下四间上市公司股份 加入太太朱玲玲的名字 也就是说啊 朱玲玲会和她共同持有几十亿的资产 钱财无分你我 结婚后 朱玲玲也开始跟霍家划清界限 将旧有的物件退回霍家 其中就包括了当年霍振廷 给她的HK77车牌宝马坐驾 据说在香港的街头有两辆名车最引人注意 一辆呢是大刘送给甘比的I love you 另一辆就是霍振廷送给朱玲玲的HK77 代表着1977年那一年朱玲玲获得港姐 站在了人生辉煌的起点 婚后的朱玲玲每次提到现在的婚姻 说的最多的就是我很开心 脸上的笑容也印证了现在生活的幸福 罗康瑞的确对她一片痴心 和她也很合拍 尊重她的兴趣 跟着她到处拍拍拍 还30万买下了她的画 博美人一笑 在媒体镜头下 夫妻俩食指相扣 逛评价窗电 生活低调朴素 但难掩幸福 2022年 64岁的朱玲玲和丈夫一起现身 TVB55周年晚宴 俩人已经风雨同舟 携手共度14个春秋朗 但感情依旧 真是让人羡慕 而在和霍家这边呢 她也处理得十分得体 毕竟三个儿子是霍家人 要说两边不来往怎么可能呢 虽然已经成了罗太太 但她依然会和霍振婷保持联系 会一起陪着儿子喝个下午茶 2012年霍启刚娶郭晶晶过门的时候 两个人更是上演了世纪握手 大方合照 20岁风光大驾 50岁依然风光再婚 这听起来像个童话 但这个童话 就是朱玲玲亲手打造的真实人生啊 我觉得啊 这不是简单的 好命两个字能概括的 仔细想想 她离婚又结婚 两边都是豪门 尤其是在00年婚变的时候 她和罗康瑞都还在婚姻里 该怎么处理 怎么才能兼顾两方的面子 不让事件发酵 如何体面的结束上一段 开始下一段呢 这么复杂的局面 真的很难全身而退 但是她呢 处理的有条不紊 不管是前夫家 还是现在的丈夫 甚至以独嘴出名的港媒 都没有说过她一句不是 这不正说明这个女人情商高 格局大 心胸开阔 有着十足的智慧和勇气吗 面对人生起伏 保持积极心态 没有哀怨吐槽 没有恩怨故事 人们期待的豪门狗血剧情 统统没有上演 离开的决绝和再嫁的决绝 这位最美港姐 似乎在一个转念间就轻松完成了 把自己的人生 掌控到每一步都利落的不像话 一个女人如何高情商的 主导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在钟玲玲这里 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吧 你怎么看呢 欢迎说说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